15的月亮16元,但是2019年的真月15元月不再迟到,记者从北京天文馆了解到,超级月亮与元宵节当天傍晚亮相天雨,所谓超级月亮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天文现象,月亮以椭圆形轨道围绕地球运转,月球全连距离地球最近的一刻,此时月亮视直径最大,据悉,2019几亥诸年元宵节当天,月亮离地球最近是真正的超级月亮。 当月亮在满月的时候,它正好和地球距离最近,那么这就是超级月亮。那么对于今年来说呢,有的说法就是今天有三次超级月亮,那么一月份,二月份,三月份,其实真正说这个满月的时候离地球最近的应该是2月19号元宵节的这一次。 专家表示,虽然是超级月亮,但仅凭肉眼很难看出与往日的不同。 真正的这个超级月亮,你拿咱们的肉眼看,你不一定能分辨得出来。 虽然在这个月亮最大的时候,比月亮最小的时候呢,看起来这个直径要大百分之十几,面积要大百分之三十几,亮度也要亮,亮得多。 但是呢,因为这是有参照的情况下,但是真正的看月亮,天上就一个月亮,我没有参照。 所以它到底是大是小,靠我们的肉眼啊,是很难分辨出来的。 要真是要看出它的大小,要用专门的仪器对它进行这个测量。 据了解,元宵节亮相的超级月亮在中国各地都能看见,最佳观测时刻在23点54分左右,恰逢元宵节家家户户点上花灯,天上挂起明亮满月,超级月亮与万家灯火一起烘托出浓烈的节日氛围。